警方逮捕毒犯他往顶楼逃 开了一枪又一枪 专案小组贺枪实弹抓人 沿着楼梯上楼喊话要攻坚 嫌犯丢出了手枪 就是这把枪刚刚朝警方开了两枪 他器械投降 警方担心有诈不敢大意 手持盾牌一层一层逼近 终于夹制嫌犯 让他跪在脸上抱头 他是贩毒集团的首脑杨姓男子 在屏东落网 警方缤纷多路 同时在屏东逮捕两名零姓共犯 还有云林两名同伙 总共五个人落网 从这个贩毒集团查获的枪械 有如小型弹药库 毒犯也担心黑吃黑 涌枪自重 还查扣双十地球牌海洛银砖等毒品 以及制毒笔记 还有贩毒所得85万 他们准备过年打捞一笔被警方拦截 可以大概提供一万人以上的使用 打算利用年关之前 打算不法的暴力 贩毒集团年前被瓦解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还有枪包弹药管制条例移送侦办 对警方开了两枪拘捕 再加一条杀人未遂 TBS新闻蔡总理 吴淑平原理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